社区活力尽在北建 为迎接认诚农民的到来 大元乡书法家特别搜集多种字形写成一条字笼 并由现场民众将字笼排列起来 场面相当壮观 桂山乡于国家清洁州表扬环保之功 一方面肯定环保之功的辛劳 另一方面也呼吁民众勿乱丢垃圾 共同维护村里环境整洁 桃園县北区母语体系以米南语为主 南区则以客家化为大宗 至于富西江泽与泰雅族语为主 究竟母语分布情况如何 今天认识家乡单元要带您深入了解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30号北剑桃圆新闻 为了迎接任成龙年的到来 书法家特别搜集了多种字形写成一条字笼 并由现场民众将字笼排列起来 场面是相当的壮观 而大圆乡长也表示希望借由这场活动 未来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让大圆乡朝 航空城的理想更进一步 大圆乡长特别穿上财神爷的服装跳起加关 现场邀请到书法家李时中老师 特地搜集资料用101种不同的字体所写成的字笼 并由现场民众将字笼排列起来 场面相当壮观 101年我们这个司法家李时中老师 特别的是101个这个龙字 大家表示大龙在天 未来大圆乡的发展就是配合航空城规划来推动 相信大圆乡这几年当中 一定会发展的相当信息也相当快 当然今天能够有这么多的长官 还有代表会主席副主席 村长前来参与 这表示在我们大圆乡未来建设 大家共同一体来发展我们大圆乡 代表我们乡亲跟公所这边 大家团结一致 为大圆乡的发展来打变 大圆乡长表示 借由今天这场活动 希望未来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将大圆乡朝航空城的理想更进一步 这个过了这么久天的时间 找了一些资料 把历朝历代各种字体 写了101章 那么这101章代表是101年 希望在这101年当中 大家能像我写的这个龙一样 能够龙行大运 在充分的资料收集之后 书法家李时中将自龙发挥的栩栩如生 龙里面有栗书草书甲骨文等字体 跟将梁这个字带入智容中 表示在古代龙与梁读同音 让民众在龙年里除了欢庆百年龙年的到来 同时能够更了解中国文化 记者卓一兹大圆报导 扭壤环境随时保持干净整洁 除了大家一同配合清扫 最重要的就是功德新的养成 龙山香与国家清洁周对环保志工时期出了表扬 一方面肯定环保志工的辛劳 另一方面也呼吁民众勿乱丢垃圾 共同维护村里环境整洁 响应国家清洁周龟山香公所表扬 环境整洁竞赛优良的村里 以及环保志工 能够在竞赛中获得评比优良的单位 除了每星期固定派志工巡视环境之外 也于每月召集大家进行环境大扫除 平常的话 我们一个礼拜的话 固定有四个人 在我们村里各个角落 巡视我们的张乱点 另外每月每个月 一个天有固定我们大型的环保志工 都会出来做环境整理的工作 人手一个清扫工具龟山香 号召各村里环保志工 与国家清洁周宣誓 厢长也进一步表示 要能维护环境除了大家要配合 把垃圾清干净外 最重要的是民众要养成良好的功德心 不要乱丢垃圾 这个乱丢垃圾这个习惯 的确要改 有很多人等于是没有什么功德心 你车子开到哪里 就把你车上的垃圾丢到哪里 这对我们地方的环境 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追求 这个整洁清洁 然后大家都要有功德心 小朋友真仙地将垃圾从地球的海报上移除 环境整洁就是要从小培养 环境才能维护得宜 记住《九经验》 桂山报道 普遍来说桃园县北区母语体系以闽南语为主 南区则以客家化为大宗 至于复兴乡则以泰雅足语为主 究竟母语分布情况如何 今天认识奖项单元 要带您深入了解 桃园县摩语分布情形如下 桃园、大西、卢族、大远、龟山、巴德等六厢正式流行闽南语 扬眉、龙潭、平镇、西屋则流行客家化 至于中立、观音两地以闽南语为主的占三分之一 以客家化为主的占三分之二 复兴乡则以泰雅足语为主 台湾光复后因为国语推行成效不错 因此当年桃园县已有一部分的民众会说国语 并以青年学子之多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回来 要带您来看一看桃园的故事 心甩没长气啊 怎么办 第一 开始带便当 第二 借咖啡 第三 用BB 12妹一块钱还送丰富好礼 消气啊 北建3577123 未来我们希望在捷印南线以及立线以及中线的这个引导之下 能够带来更多这个观光的商机 最近最热门的有后池湖以及小乌来的天空步道 都不断的兴起旅游热潮 相信以后桃园县的景点必定指入可待 亲爱的收视户大家好 101年是数位电视元年 北建有星电视将会持续的提升宽屏网路建设 提供更好的收视品质 更快速的网路服务 感谢收视户多年来对北建的支持 我们会更努力打造一个优质的数位生活环境 在这里要祝您新的一年 新享四成 龙年行大运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会记得他洗完的时候 常常给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给他拦掉 希望让他最好的保护 他说 现在他大返了 我让他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哦 我知道 他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紧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公共关心在地新闻 延续过年的气氛 桃园的故事要带您来了解桃园灯会 有别于其他县市 桃园灯会地点 今年是首度遗失来到了卢竹乡 并选择在南侃西畔 结合合穿意象做丰富的精彩表演 除了每天限量小提灯免费发放 灯会结束还会抽出幸运的轿车得主 可以说是好玩 又可以拿好康 桃园灯会热闹展开把时间向前回顾 日前在县府举办的主灯亮相记者会上 以3D方式呈现九龙出水的创阔场景 县长表示桃园灯会的主灯 卢毅龙今天也亮相了 是非常漂亮的 是全国唯一架在我们河面上的主灯 到时候会配合我们河川的异象 还会有水舞的表演 不只如此 主灯周边还有很多副灯区 除了竞赛灯区 八线灯区 产业灯区与科技灯区 还有亲子互动的园区 且灯会期间每日七点到九点的整点时间 都会有主灯与水舞表演 八点更有烟火释放 县长邀请民众何家前往观赏 我们从28号到2月6号 这总共九天的时间 都是我们灯会期间 每天的七点八点九点 主灯都会有主灯的秀跟水舞 八点还会有一个烟火的释放 我们这一次的小提灯也特别的可爱 卢毅龙的小提灯 也欢迎大家来索取 除了多样的花灯 与精彩的表演节目 灯会还举办摸彩活动 与灯会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6号 将call out抽出幸运的民众 可获得高级轿车一台 但想要得到轿车的人 还是得注意通关密语 2月6号我们在现场 会用call out的方式 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 来得到一部酷比的轿车 这个轿车可以说非常的漂亮 那当然那一天如果抽到那一个观众的时候 他要说出一个通关密语 就是竹梦城市 荣耀桃园 这个通关密语 如果他答对的话 那就可以得到这一部的轿车 只要民众答出通关密语 竹梦城市 荣耀桃园就能获得轿车 而桃园灯会每天也限量发送精巧的 卢一龙小提灯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得我今夜综合报道 桃园市文中路216项 及永安路615项一带的居民 因为土地使用权及经费的问题 近百户民众50多年来 始终没有自来水可以使用 不过在民意代表及里长的努力之下 民意国96年终于是顺利解决用地问题 也可以顺利的使用自来水 立上桃园 带您回顾这些新闻 随着施工人员动工挖色管线 50年来长期困扰桃园市文中里 及中城里一带 约100多户居民的用水问题 终于获得解决 当初因为缺乏土地使用权及经费 让自来水的管线迟迟无法进入 当地居民想要喝水 只够仰赖早年开挖的地下井水 经民意代表以及里长向县府及施工所 争取到高达800多万元的建设经费 另外也主动协商私人地主及水利局 以最低价格的75万元 永久租金解决了管线进租的两大阻碍 而这项自来水管线埋涉工程完工后 将可以有效解决当地的用水问题 以上就今天的北剑桃园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每次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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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开挖 习惯把我开球呢 爱得就分 我是小粉碟 感谢妈妈妈妈的关心和鼓励 全世界的爱 慢慢 快乐双双双 快乐双双双 所有的小粉碟 游泰山前祝宝宝宝 宝宝宝 小粉碟 到电台关心 北剑桃园新闻 您知道桃园有多少位艺术创作者吗 北剑有线电视 全新制播 一游特安云 带您走进桃园大街脚巷 认识不同领域的在地艺文人士 每周六日晚间 七点半至八点隆重推出 双周更新进行锁定 CH4北剑火力频道 最贴近民众生活 最关心民众福祉 桃园新探 搭起政府与您之间的桥梁 我们网罗民众所关心的话题 透过座谈方式 为民众探求解决之道 进行锁定双周一晚间七点 全楼四北剑火力频道 桃园新探 跟您一起找问题 他们的优秀才艺 你看到了吗 主角换你做就等你来秀 北剑免费提供摄影桶 及影片剪辑服务 留言影片剪辑完成后 将于CH3北剑公用频道播放 欢迎民众团体 永远提出申请 魅力展现就在CH3 详情起下356-1000-1302 社区火力尽在北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